一种思想不被表达 不代表这种思想就不存在 或者会消失 语言只是思想的载体 企图捂住一个人的嘴巴 而让某种思想不存在 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 谁会去做掩耳盗铃的事情 我们知道 一般只有傻子或者自作聪明的人才会去做 让已经发出的声音消失 而且是齐刷刷的消失 这种行为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也叫做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这么做的人知道这些做法不合理且愚蠢 但还是会去做 这叫明知故犯 他不允许别人胡说八道 自己却在胡说八道 这叫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作家霍尔说过一句话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是的 我们可以有争论 无论它是关于文化 还是关于哲学 还是关于立场 这些争论的观点可以可笑 可以幼稚 可以愚蠢 可以犀利 我们可以争论的不可开交 甚至不爽食 口出脏话 这些都是正常的 甚至可以说是向上的 因为只有不同的声音 只有否定的声音 才是进步的原动力 假设我们的世界里 只有一种声音 那么这些声音的本质便是 自己的声音的散步